鬼故事2 人物介绍 迷子 莉莉和安安是夏天高中的同学 前情提要 安安不见了 莉莉决定踩上美劳教室旁的楼梯 莉莉小心翼翼的踏上第四格 咻一声 瞬间移动到奇怪的小房间 正当她感到害怕时 电话突然响起 吓得她蝶坐在地上 手发抖的接起电话 喂 电话里头说 找出娃娃的身体部位 将她组合好 不对的话 我就用剪刀把你剪碎 大家也会忘记你 莉莉叫着她说的去坐 找出娃娃的手跟脚 并且把它组合好 正当莉莉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门轻轻地被打开了 是 是 是 迷子 太好了 完成了 迷子微笑地说 她拿起娃娃 将它启动 娃娃娃 将它启动 娃娃走了几步后 突然间 咔嚷一声 娃娃的手脚飞了出去 掉落在四周 迷子说 又失败了 忽然 迷子的手上出现了一把大剪刀 直直地往莉莉冲过去 莉莉吓得拔腿就跑 正当莉莉被剪刀追逐时 她想到只要找到封印 把它撕掉 这一切就会消失 封印 封印 莉莉着急地找着 就在这时 她看到角落是封印 莉莉二话不说 立刻把它撕掉 休息前安 莉莉回到了学校 此时背后传来 莉莉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找你找了好久 这位会是谁呢 是消失的安安吗 还是迷子呢 或是其他的同学 鬼故事一二集结束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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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ors